各位網友大家好 這裡是台山的台城河 河的對面就是通濟橋 而我站的位置就是台城河旁邊的西南路 在西南路和西榮街交界 有這幢近百年歷史的東風旅店 就是鏡頭可以看到的這個地方 我今晚決定入住這裡 時空穿梭一行 這幢建築呈以三角形 樓高有四層 在樓面佈滿了一米多高的窗戶 在窗戶裡面箱陷了很多彩色玻璃 在旅店的門口有兩間大羅馬式的廊柱 顯得相當氣派 東方旅店建於1926年 原名是燕喜酒家 當年是一位譚姓華僑 回鄉雅娟之建造小學之後 他將餘款建了這間酒店 在新中國成立之後 酒樓幾經轉手 後來改為酒店和住宿同時經營 酒樓在這間建築的二樓裡面 改革開放之後 國家落實了僑房的政策 酒樓歸在譚氏的後人 譚氏的後人很多年都沒有回來 酒樓的外包給外人經營 改名為東方旅店 不好意思 這裏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模樣 現在東方旅店已經被列為 台山市民物保護單位 這裏就是東方旅店的夜景 是我晚飯的時候 出街吃完晚飯之後 回來補拍的一個夜景 在一樓裡面 一進正門後 就展現一個很有特色的人形的樓梯 地面和樓梯的梯級 都是水磨石米的 而這些木建築的扶手 和鐵的欄杆 亦都是當年的 那這間房 就是我租住的這間房 70元一晚 大空調 獨立的洗手間 如果沒有空調和獨立的洗手間的話 最便宜的一間就35元 到40元之間 你看看 這間是雙人房 也是70元一間 這裏有兩個是桌椅 還有一個古舊的風扇 也是大空調 這也是二樓裡面 間開了的房間 我們在窗口裡面 看上去的街景 騎樓街景 這個畫面 是不是很有電影感呢 這個招待台 是後來新建的 而這個二樓的牌 也是一些舊物來的 保存到至今 是相當不容易的事 我用鏡頭 向大家展示一下 二樓的情況 東方旅店 一共有六十幾間房 這裏是通往三樓的樓梯 這裏是個天井 用鐵圍成一個三角形的天井 在當年 很多華僑回鄉下的時候 都很喜歡入住這間 這間旅店 是認為一個相當之有體面的事情 這個二樓也是當年的 酒樓 這裏也是二樓的劏房 分隔開的房間 一個很長的長廊 地面有些水磨 街磚 年代相當久遠 也相當古舊 這個招待台是後來新見的 我住的那間是二一七號 現在我們走出來 這條走落的第二間就是我租的房間 就是我們剛才的鏡頭展示給你們看的那間 然後我們現在上三樓 這些是水磨石米的樓梯地面 這裏也有個招待服務台 現在浸透了 這個服務台就小了很多 這裏應該就是我們做 做旅店的 二樓的話就以前曾經做過酒樓 我們一直繼續走過去 這裏門很新鑽 這裡也是天井 我們走過那邊 這間301的這間房間 聽聞是2018年還是2019年 彭于晏在這裡拍過電影 他那一齣熱帶往事在這裡取景拍的 據聞是拍了一個很長的時間 我為了印證這件事的時候 我稍後會下一樓文 工作人員的阿叔 去開這個房間給我看看 當時他這齣電影就在這裡取景 那麼 我們現在上四樓看看 左邊應該是一個公共的 廁所和浴間 在這裡 不進去看 然後再打個圈 打個框 這裡就有一個 機動的起重機 這個起重機就可以把一些寵物 吊上去 吊上去二樓、三樓、四樓 上面就是天井 天台 各位 我問阿叔 阿叔幫我開了門 看看這裡 這齣電影就是當年 彭于晏拍電影 拍了那齣電影入面取景的場景 聽他們說是拍了多久 你一看這個地方 真的很適合拍 民初電影 聽他們的工作人員說 我阿叔說是當年拍電影的時候 這些床是拆掉的 然後重新報警 我現在去到 天台 就是這裡 我們在天台那裏 有個小花園 有個小花園 從這個天台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 建築面積 這個 這個建築的話是有幾大的 到 相當是一個 幾大型的結束 我們現在走過去天台那邊 看一下台城的 美景 這個就是 我們剛才在鏡頭一開始的時候那個 台城河 對面那條橋就是 通濟橋 我們走過這邊 我們看到整個 整個建築有幾大 我們看到 這裏就是 歷史文化街區 騎樓街 對面就是 拍著酒店 這邊也是騎樓街 謝謝 今天關於東方旅店的視頻就介紹到這裏 我們下期再見 我將會都有幾集的台山的 片 給大家看 多謝你們的收看 關注一下我這個頻道 拜拜 拜拜